嗨 大家好 妳自己的詞自己忘了 妳真的很好Cute欸 好啦 妳們相信妳們大家都認得Tiffany 嗨 妳們都知道要去Shade 我又來了 那之所以為什麼都是又來了 因為之前我們這個同一個單元已經拍過一次了 但是呢我發現說我的麥克風故障 然後全部的音軌全部都會 會變成 會掉 對 大家就像 風潰 超風潰 對 然後反正 Timmy 非常非常非常強 意氣和之感動 我那種跟他講說 怎麼辦我的Audio全部壞掉 然後就是要哭要哭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現在Right now 可以過來重拍 嘿 我獲得了旋轉式的掌聲 今天呢是我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企劃 那就是我的Danny Nielson 因為呢我常常覺得說 我有很多很好的YouTube朋友 我從來沒有機會 邀他一起來我的頻道玩 然後我想說我什麼東西最多 就是指甲油 所以我想說我就邀請不同的朋友來 就是從我的 指甲油 指甲油系列裡面可以挑他們喜歡的顏色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起來 塗指甲油 然後一起閒聊 然後呢因為我們上次已經拍過一樣的單元了 今天呢我們應該會挑就是一樣的顏色 來排滿上次沒有亮相到 對啊 好我們先從Basco開始 我覺得這Basco還蠻好用 它essence的 可以塗 今天我也可以塗耶 一樣 可以一手是交給我自己塗 然後因為我超不會塗指甲油 嗯 噢他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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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手都沒看到 剛剛應該放大我們 你們手都沒看到 當然 這破壞王 又不會塗 沒有啊他擦 我會這樣 是不是塗指甲油真的是多練習 超難的啦 你慢慢來 真的不用擦 你太厲害 你超 他一個用高速來衝耶 你畫好我都還沒畫 我去Basco我就隨便亂塗啊 就是有覆蓋到就好 然後我這次還要再重新訪問你 我上次訪問過的東西 沒關係我們就 我們這次就可以講重點 而且你知道我 我剛剛畫完妝 我說不行 Tiffany要來拍影片 我一定要就把妝畫好 然後結果你就穿了一個Hoodie 然後我想說 我可以汗穿Hoodie 那不然妳穿我的Hoodie 這樣很溫馨啊 這是我的學衣耶 欸你們來我記得我上次 第一個問妳的問題 好像是關於身為一個 就是大學生 YouTuber 然後轉為 妳現在算正值YouTuber了耶 對啊巷子其實蠻煩的心情是怎麼樣 對我覺得大學生YouTuber就是 真的是有好有壞 好處就是當然就是 妳跟大家的距離比較近 就是妳也要期末考啊 然後呢大家也都是 跟妳放假都是同一個時候啊 大家少幫 對少幫 就比較有話聊啦 可是後來就就是說呢 就是 當學生YouTuber 比較容易怎麼講 就可能受到眼紅 或者是說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 就是平平是學生 為什麼妳可以去參加活動 為什麼妳可以拿公關聯合作 為什麼妳可以拿公關聯合作 比大家早進職場的感覺 對 然後就 稍微比較容易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因為 學生的時候大家多少都會 就是比較喜歡Gossip啊 當然我覺得 我的朋友都是很好 我覺得這一點 蠻感動 也蠻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而且我之前有記得 你們有辦那個 你看他有一次破一個砍的時候 然後有辦個Party 砍 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超感人的耶 那個真的蠻好 我真的是 因為我今天是個 Surprise Party 而且重點 最Surprise的也是 我爸籌劃的 是我爸傳簡訊給AC去籌劃這一切 好感人耶 我現在要來用3CE的J 我也做得很開心 我這個是什麼色號啊 後面這個BR05 我真的超愛各類BR 這是3CE的那個Mood Recipe系列 這個呢 就是Meg送我的 交飯盧 然後這個是我在1月 最愛的時候 有提到的這家油 大學生 比較容易互相找到對方 因為很多時候 你都知道說 這個是什麼正大的啊 這是複雜的 就是會有很多共同好友 會互相推薦這樣 沒錯 因為像我們在職場 就是很難找到人 真的 但是大學生真的很容易 就是那個幾年級班 連一連就連對 對啊我以前有跟他同個補習班啊 吧吧吧吧 真的這樣子 對啊就很容易就是在那邊 拉近牽在一起 然後消息可能很快就是 就是 就欸我有一個朋友 在做Youtube這樣 但是我滿感受 我朋友之前都有 就是用力的在推銷我 啊 不行還有機會不久了 我背上了 你怎麼為什麼 我黏到 我背上黏到 我都要再把它卸掉 就大家只一隻手 就怎麼 兩隻手 兩隻手 用右手 從一開始就很愛看 美國這種Youtuber啊 什麼Bethany啊 他們就是都愛用Fit me啊 你在學化妝的時候 已經有Youtube了 對 當然 我姊姊那個時候說 姊姊以前都是看雜誌 我以前在看pop teen欸 pop teen是那個雜誌 跟Vivy啊 我的是seventeen 跟teenvogue 有有有有 我們沒有差這麼多 沒有差很多 Next question 我們那個還問了你什麼 我覺得很有趣 那時候我蠻想要跟妳討論 那時候我寫了一篇文 Instagram 然後妳居然毀了我 我有嚇一跳 那那篇Instagram 後來就在講說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我都沒有辦法 就是微縮欲為 就是拍自己想要創作的東西 很多時候可能要拍一些 可能就實用性質比較高 或者是可能 大家會喜歡看的東西 可是跟你自己想要拍的東西 不太一樣 然後那時候妳就有毀我 我有嚇一跳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可能就只有我自己 有這樣子的信心 我覺得這應該是 大家所有YouTuber 現在都在經歷的一個階段 就是其實有時候妳滑 就是像我現在最常有的感觸 就是每天在滑那個 譬如說熱門影片 或者是新上傳 看到每個人都是在 很努力的在下很驚人的標題 對 然後很驚人的縮圖 然後永遠會有比妳 有更厲害的縮圖 更厲害的標題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比較 想要著重在我個人的 本人的這種 怎麼講 就是風格的建立 跟大家對於我整個人 的喜愛 跟就是喜好度 這樣子妳才有辦法 做什麼也不需要去跟風 我想要經營的是 就是像跟大家是朋友一樣 對 就像妳會關心朋友的境況 就是妳才會去打開 妳朋友的影片啊 像Jen就是這樣啊 妳會想要知道 她要結婚妳就會很興奮 妳那時候她要結婚 妳真的感動到不行欸 我超開心 然後Jen那個時候 求婚影片我們那天才講 哭爆 哭 看幾次哭幾次 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真的跟她 就是把她當作一個好姐妹這樣 雖然她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們是誰 但是就是 欸好歹妳也見過人家 對 好歹 好歹 然後我記得說 妳那時候有難過好一陣子 就是為了這一件事情 因為那時候妳有拍這影片嗎 對啊 那時候我看了我也好有感覺 我那時候就是 可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妳 妳比大家提早 對 提早去 而且被放大了 我覺得妳就是被丟進海裡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很多 去學游泳 對 就是不會要被丟進海裡 然後妳就要想辦法 就是狗爬出來 然後妳覺得知道嗎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進職場 才開始拍YouTube 所以對我來說 我面對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心臟比較大 心臟比較強 對 但是我就很難想像 就是你們這種大學生 然後妳就一出來 妳要面對眾多的人 同時妳還要面對可能品牌廠商 其實這都是很 很職場 常碰到的事情 對啊 我覺得就是提早經歷吧 就是像妳的小型的時候 就真的被丟進大海 很行 可是妳也這樣走來囉 對啊我覺得也蠻感動 我覺得從 看自己從完全不知道怎麼應對啊 到現在還可以跟別人分享 我覺得 當然就是 還是很慶幸自己有撐過來啦 那妳覺得真的 真正讓妳 從這個低潮走出來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真的是大家的支持欸 就是 好感動 我覺得我一直在放大那些 就是不喜歡我的人生 我也會 然後我覺得 我看到某一個留言 讓我朋友感受就是說 Tiffany 20萬個人即使有 就是200個人 不喜歡 妳應該只是0.01% 那我就想說 對欸 我在幹嘛 我就覺得自己很蠢 總是去想這些 怎麼不去看看 大家都一直在旁邊這樣子 給妳鼓勵 給妳支持 然後我就會一直把妳的目光 都轉向那些 不喜歡妳的人 還想要去討好他們 我跟妳講的一樣 就是有人留100個留言 我就會記得那一個 對 很可怕 現在覺得 就真的是盡量不要去看 不要讓這些東西影響妳 就是妳連帶著 妳整個人都會比較省清氣壽 就是真的想要 為妳好的人 她不會用這種攻擊性的字眼來 對 所以她是會 真的是有所謂的 有建設性的 怎麼講 建議 我覺得只要好好講 沒有什麼事事不能討論 有些人她的觸發點就是要上海 所以看她的東西也沒有用 妳又去害自己 就陷入這個情緒 反而就是 妳就也蹭了人家的意的感覺 對啊 就是所以現在就會覺得 可是我覺得很多 其實我網友根本就 也不是故意要弄妳 她就是想要得到妳的反應 她就是想要妳 想要妳 回她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罵得比較容易有人回 對 然後就是希望 希望就是弄妳弄妳 最好的反應就是不要理她 就是小男生 小男生 男生的辮子 跟仙女生的裙子 一直討厭 討厭妳 她都被 她都被喜歡人家 對啊 欸你們 小吵戲 所以妳對妳介紹的Youtube 有什麼樣子的期許嗎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喔 還是妳有特別想要 多做什麼樣子的企劃 大家可以期待一些什麼東西 我希望可以更多生活上的分享 欸我好愛看妳生活的 嘻嘻 或者是吃的啊什麼之類 就我希望 不管是我自己的影片也好 或者是合作的影片也好 我都希望可以轉上比較 有太多人比我更適合拍一些 像是美妝啊 或是什麼樣的合作 那我就想要接一些比較 可以發揮我自己的創意 然後可以融入生活的那些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 求新求變的人 我不喜歡一直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廣告系的你知道那種 就是喜歡創意 喜歡不一樣 所以 欸我剛剛忘記講 妳的金色的是這一隻 也是3CE 欸妳今天都是3CE 3CE 我覺得是搭配一隻金釘的嗎 3CE是GD01 GD GD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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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順便來幫妳上亮晶晶的 然後她那個金色無名字 因為現在只有上一層金屬色 然後我們再上一層金色細粉 欸天哪 這個沒有顏色欸 這是PASTLE的 就她的貼子掉了 欸我為什麼要翹翹姿要笑 欸唷可愛唷 超美的耶 那妳有什麼樣子的怪屁嗎 妳有穿襪子 我也不會穿襪子 我覺得我怪屁蠻多的 我也不愛穿襪子 我超討厭穿襪子 因為我覺得襪子會一直不見 什麼 就是每一次妳要 因為我的鞋子都是這樣 我要穿很隱形很隱形的那種襪子的嘛 妳可以先吐 所以我就很討厭就是要買一堆那種襪子 然後他們又會不見 然後又不成對 然後呢每次又洗一洗又越洗越少 妳知道嗎 我就會很生氣啊 然後我也通常不愛穿襪子 都會說什麼很悶啊 然後就腳裹的東西 然後人是為了襪子 會常常不見的不穿 我真的覺得穿襪子很麻煩 我就是都是極力追求 可以不用穿襪子的事情 那有個問題 那因為像我不穿襪子 腳臭嗎 不會不會不會 但是我的腳敲乾 腳很乾 就是腳底很乾 然後腳跟很乾 妳有這個困擾嗎 不太耶 不公平 可是我偶爾會有一點就是感覺 會有點要腳臭的感覺 可是通常 喔對通常要穿襪子 對啊我就是想要噴那種止汗 或者是那種就是灑那種粉 可能會比較好 夏天我腳我會容易流汗 我腳超容易流汗 我覺得這種差最多 因為我不是流汗的人 就我有時候會穿襪子 襪子會濕掉那種 就是會 會啊 我沒有這個景點 不會耶 就是那種便宜的鞋子不透氣 然後出來那個襪子就 我很討厭人家先講爆雷劇情 謝謝 大忌 OK 謝謝 我也是我的大忌 他們要討論點 我就 沒錯 我也就是有聽不到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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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你知道那個 我怎麼 我覺得很失禮耶 我超討厭別人跟我講 我一定要自己看 我也是 我真的討厭那種 每次韓劇什麼結局出來 全世界都在發 限時動態 或者是什麼 中國遊戲它的結界 結局出來 我跟我男朋友就 等一下就 我們就會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就差點看 我好懂喔 天啊 那也是我的地雷 對不對 兩個人居然撞到同樣的地雷 撞到 後來是彩一樣的地雷 很多人都可能看完這部電影 就說 天啊那個人居然死了 然後 上次了 今天 碰到一個悲劇 就是我用到一個我覺得不好用的淘寇 哪有黑淘寇 今天我要用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 也不是我的最愛 OK就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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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上 我覺得我吃的怪癖很多 你不覺得你剛剛聽 你不覺得我吃的怪癖很多嗎 又不吃 又不喜歡漢堡肉 又不喜歡很甜肉 對 我不吃漢堡 然後我也不吃奶油 請問當初你跟AZ在一起 他會覺得這些東西很困擾嗎 欸他才怪好不好 他才看過的奇怪 你知道 他不喜歡吃蛋餅欸 怎麼可以有人不喜歡吃蛋餅 不行 他不喜歡吃早餐店欸 不行 我一開始也知道 你們怎麼說不起啊 他不吃 他不愛吃早餐店 他不愛吃早餐店 然後他不喜歡吃 像譬如說他不喜歡吃咳嗽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會掉屑屑 他也不喜歡吃青植豆 哇 很奇怪吧 他說他不喜歡蛋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他問題 雖然我不吃什麼生的啊 什麼什麼問題很多 你這是他我覺得合理的 對 可是他都很奇怪 OK 我就不能 他無法與我共享 早餐店的美好 我很享受中午 但是去早餐店 就是再點一桌的那種感覺 他 他不會有核豆醬 對 每一次我都說 我現在想去吃紅劑的那個蛋餅 對 下次帶妳要 對我要去吃妳坐那一張 我知道了 什麼什麼 我睡覺的時候 腳一定要在被子裡面 正常 就是我不喜歡腳露出來 我會超沒有安全感 我也不能把手 就是再熱都不行 就是如果我要蓋被子 我腳一定要露起來 但是我手小 不可以露出床的邊 也要露出去也很難吧 有些人會覺得很棒 有些人會覺得很棒 對 你知道嗎 你現在覺得這樣掛在外面睡 我不行欸 我知道 你知道我手對不對 我睡覺會這樣 掛著嗎 我睡覺都會舉手 我要舉手才會 就是常常要舉手才睡的 為什麼 有一次 有一次 我姐夫起來 他就拍了一張 我跟我姐兩個人 為什麼 為什麼 很舒服欸 對就是有一種這樣才有stretch出去了 對我幾乎不是側著睡著的 就是 就是要懶懶懶著睡著 對真的 欸所以你跟Ateens現在是 還是long distance嗎 對啊 你覺得目前如何啊 我覺得我還挺得住欸 我覺得是時間欸 我還沒有試過超過三個月以上 喔現在還沒好 目前最長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喔 我覺得可能到三個月之後 真的有點痛苦 就是 這邊有遠距離島的人 所以他 他最長一次居然十個月沒見欸 奇葩 你們真的是奇葩的情緣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一個在澳洲 一個在香港啊 這真的是蠻遠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還要飛過去 而且我要 就是那時候我還在讀書 因為他算是 學校的學長 他不是有直系的 可是是學校的學長 所以他先畢業很正常啊 然後我還在讀大學 然後我還要飛去 因為我覺得很不合理 他畢業了 他已經就是有工作 然後我還是學生啊 我就覺得 欸我忘記了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一 十個月就是一學年啊 天啊 就都沒見 因為我就是 他說見到的時候就有點 欸小王先生說 欸你好 欸欸欸欸 就是見面 欸這就夠了好嗎 太久沒見面 然後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你就會一種 欸欸欸欸欸欸 像我那一次下面 就超多的留言 他們就是 九年十年要結封 看好感動喔 就是很激勵人心欸 我覺得這種經驗 像我現在就可以 就是比較常跟朋友啊 或者是花更多時間在朋友身上 譬如說來幾家啊 玩一個下午一個晚上等等 來玩來玩 對啊 可是我也完全同意 我覺得Dixon最好的地方是 你現在就把你自己的時間 百分之好90% 都是你自己 對啊 就是你可以 投入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雙方都一樣啊 像是虎哥他工作 他也是 他工作需要很長長的時間嗎 因為他的精品也 所以他等於是 又有公司又要固定 你也要顧品牌 就是全部都要顧 你是他不用擔心的那一環 對對對對對 就是等於說 不會從他的負擔之類的 就是 對我覺得情侶常常 其實就是這樣 你會想說我要陪 像我自己之前也會 我要拍片 可是我也要陪我爸媽 可是我也要陪他 所以就變成說像 常常他可能都要等我 等到下午三四點 等我拍完天才吃第一餐 我也會很不好意思 然後我在拍片的時候 也會很緊張 就覺得 我要不要讓他等 所以我覺得 那個時候會蠻焦慮 像今天就沒有啊 就說寶寶 就你直接說來就來 對 我覺得現在可以常常去說走就走 像前陣子去唱歌 不是常常去唱歌 可是我朋友 我說好啊走啊 就 why not 這樣 就我蠻珍惜這種 還可以跟朋友說走就走的 這種機會 平常這一定要珍惜 對不對 我跟你講一旦就是 進入職場啊 或是年紀之後還大 你發現說你的朋友 就只有幾個而已 對啊 像我朋友很多人都現在都在國外 我覺得也會很可惜 所以我就比較珍惜 還在國內的一些好朋友 能常見就常見 嗨 綿綿 好笑 她一臉 我覺得很羨慕 可以住在一起的姐妹 我覺得超棒 因為你那姐的年紀真的差很多 對啊 而且我跟我姐其實也是到 就是年紀比較大才比較 close 欸你們一開始一直都有都分開嗎 對啊我小二的時候她就去美國 蛤 那真的完全沒有機會好好 完全沒有認識姐姐耶 對啊就是在 懂事的時候都是沒有 就是跟姐姐住在一起的 哇 所以才會現在才有那個bun 才會 你真的是獨生女的感覺 對啊我覺得獨生女啊 然後我想要我哥去啊 所以我基本上小學以後就都是 就是合照出去玩三個人 欸對欸你真的是老妖獨生欸 老妖獨生 可是你姐姐跟你跟著去 國外她是跟著boarding school嗎還是 沒有啊就去念大學 我忘記 我忘記你們年紀差了 差很多 他們就是去念大學了 然後就 獨秀空歸 所以四十歲生可以說是個 是個意外 美麗的意外 我媽要把懷我大哭 欸她說好不容易就是 前面兩個都帶大了 對啊 她就又來一個 就是她有點不愧 美麗的意外 美麗的意外 但是後來就是還是決定要生下來 哇她現在多感恩啊 有人陪她拿東西陪她 幹嘛幹嘛 帶她去自應來 對 沒有 只有她身邊還有小孩在啊 其他的朋友都空窗 我媽的心情吧 對啊 我相信因為很多人都很喜歡法羅蘭文學家 我們家全家都可以當youtuber啊 真的 我們大家都是youtuber youtube material youtube material 對啊 好啦好啦今天差不多結束 我們指甲也換好了 耶 欸今天跟你的顏色還蠻搭的 對啊跟我現在這個妝也蠻搭的 跟我頭髮蠻搭的 對啊 好啦很謝謝Timony今天就是第二次 你又要剪到死掉 第二次來我們 這是我的頻道玩 然後希望 我希望就是未來我的 就是Dending Nails 至少每個月可以有一支 希望 對啊對啊 我是ok的啦 大家都很愛來加碗 那我加碗 那我加碗 好啦再次謝謝Timony 會把Timony的所有的資料 放在這邊 這下面 或是下面資訊欄 所以記得點她來看 然後每個禮拜三 跟每個禮拜天 八點在我的頻道 cdkpg 新影片 所以記得按下面 紅色訂閱鍵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訂閱訂閱 謝謝 然後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一個 大拇指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囉 bye 嗨 哇好Cute喔 你真的 我完全 零瑞耶 你真的好Cute喔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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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塗好的指甲 她居然就開這個了 你阻止她 有有有 你看你看 我跟你講會刮刀 成功了成功了 會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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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